编制比例跟病人安全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研究 他们研究了17900多个心跳突然停止的个案 那是在美国250家医院做了一个普遍的调查 他说这种心跳突然停止的个案 常常日夜都会发生 但是呢 医院住院的病患发生心跳突然停止 在夜班的存活率较低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夜班的人力配置比较低 所以刚刚理事长讲的 如果说我们夜班 也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医病比的话 那事实上死亡率是可以下降的 以上跟大家这个 那我会把这一份资料 放在我们的那个公报的那个记录里面 好来 下面我们请罗淑磊委员发言 对不起我刚刚忘了宣布 罗委员很抱歉 我们便当已经买好了 所以请工作人员发给大家 那我们罗淑磊委员发言完了 就是蔡奇昌委员跟李应元委员发言后 我们休息半个钟头 吃便当谢谢 好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官员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主席我们是请那个 邱 我们那个邱署长 还有老委会 今天老委会 王主委 那个署长 医院都是你管的啦 那你看看现在 护士我们以前叫做白衣天使 叫白衣天使 那现在是不是要白白坐到死 那其实刚刚很多的委员 包括他们那个护理工会的理事长 都已经把那个整个的状况都描述了很清楚 五辉就是几点嘛 第一个就是超时工作嘛 那你现在是你们两个 一个是要站在护士的一个立场 一个站在医院管理者的立场 那请问我们王如显 王主委 是不是应该到医院赶快去开华了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都有到医院去做劳动检查 不 啊你又做劳动检查 那你有没有开华嘛 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 因为你现在已经像报道的护士都出来指控嘛 他说护士工作超时嘛 白天平静一个人要照顾七个病人嘛 大夜班要照顾十五个到二十个嘛 那这样恶劣的环境 那你护士被累死了 可是病人也没有办法得到所上的一个一个一个照顾啊 那你已经告诉你说 他们几乎了平静工作时速啊 都是在十几个小时以上啊 那这样已经违反了劳机法了嘛 违反了我们所有的相关的法令的话 那怎么那你有没有去开华嘛 有跟委员报告 其实每一件我们劳动检查出来的结果 只要有违反劳动基准法相关的规定 那你现在目前你告诉我你开华了几件 我们都会要求地方主管机关要开华 因为开华权限在地方主管机关 那我们现在目前检查从97 98 99 100 每一年我们都检查 那检查出来的违反的比例啊 大概原则上是30%的加速会有违反的比例 譬如说检查100家有30家是违法的 那100家应该一照讲医院呢 医院是一个在整个来讲 在整个我们一些企业界 我们就包括来讲它应该是管理 管理应该是最比较比较 那个严谨 还有包括它应该要对国家的法令 应该要遵守了比较严谨的一个单位啊 那都有30%的违法的话 那其他的一些那些私人诊所啊 还有包括包括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医院呢 对不对 那你假如是已经这么高的比例的话 那你说违反30% 那开划划款是怎么划划 是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违反的比例最高的是 延长工作时间没有依照规定 给他加班的工资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他没有逐日记载他的劳工出勤情形 第三个部分是 做期休一的这个部分啊 没有给他作为例价 那违反的比例啊 大概都在15% 12%跟11%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目前相信相关法令规定 我们已经修改劳动基准法 所以提高了整个罚款的额度 所以是变成两万到30万的罚款额度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还可以公布违反的这个厂商的姓名 那假如那你们开划以后 你们有没有通报卫生署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从杨署长开始 我每一次劳动检查出来的结果啊 我都会把结果告诉卫生署 那甚至于厂商的名称的部分 我都会给卫生署 好那卫生署怎么处理呢 我们一般是在 附在这个评件的资料里面 附在什么 评件 附在评件的资料 那你评件讲 你只是说 那个评件比较低的话 那就你的补助款把它减少而已啊 给委员参考 是不是 是不是他唯一做的就是说 把补助 那有没有哪几家 目前你看起来是哪几家 是违反的最严重的 然后在卫生局督导考核里面也会 而且而且你们应该也要把这些 把公布出来 尤其像我得到的一些资料 还有人家来跟我投诉 其实是在我们鼠立医院啦 我们的公立医院 其实是违反的最严重的 那你身为署长 那你怎么样来来督促 你属下的这些医院 这些这些 那个医院呢 我想鼠立医院现在我们有 很密切在注意它 哇不是你密切注意啊 已经很人家都很严格出来投诉了 那你也知道在 属立医院里面 是违反最严重的 那你说啊那你现在怎样 你还要再去了解吗 现在我想那个 他一直在处理这个事情 跟委员报告 属立医院还是公立医院 我们还是按照 我们的规定来做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一直在监控我们自己 属内医院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现在看看 我们现在国内 一般病理人员照顾病人 的病人的一些一些你看看 我们我们你看看你 你跟你跟一些国外 来比啦 跟国外来比 我们确实你看看台湾 美澳的话 差不多是白班是四到五个人 日本七个 日本现在在推 日本现在从2006年11月一开始 他们就推一比七的负病比例 那么台湾目前 台湾目前的话 那是很明显的是偏高 偏偏偏高台湾是五到十三 你夜班的话是六个到十八个 那你大夜班是七个到二十个 都比人家一些国外高这么多 那那你根据根据这些数据里面 我们知道国内妇是在一般病房 照顾的那个人数这么多 那反而你不是那个一妇事累到死 那病人也没有得到所善的一个照顾 所以他们有讲说 假如你病 护士没有照顾好的话 那那个死亡率也会提高 他就那个护理人士跟 我们病人死亡风险的一个相关性 假如说你每多增加一个病人的话 那他死亡率是增加几%呢 增加7% 那那那你你想想看 那你假如照顾六个病人的话 那大于14% 那照顾八个病人的话 大于31% 那对病人也是 对病人也是很不公平的啊 所以不是只有护士累到死 对病人也很不公平啊 那我们如何来处理 其实你们都了解问题的所在 了解问题的那个 那当然这个根据在从根本来讲说 我们护士的考试 他的入取率也很低 那薪水也很低 工作环境又不好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去处理 你总有一套你的改善的方式嘛 你这样的话 你永远大家 你今天我们这个委员会开会开完以后 那有什么结果 你要有个具体的办法 你要怎么作为 怎么做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嘛 我想刚刚特别提到说 互并比 我们在白班已经到了一比七点二 但是夜班跟小夜 但是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在减少 那我们在整个处理方式 那么当然我们有七个策略 七个策略 当然是从人力给付 辅助 留任 职业环境 或者任用资格 还有低考照率 刚刚提到的 低考照 定格率 这些七个方向来做 那因为这个人力的资源 他有很多配套 比如说你 事实上刚才提到的 我们很多事情呢 事实上去年我们提到的一些 我们都已经做了 不是 我最具体的 最具体就是说 他主要 我们都知道原因嘛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薪资嘛 跟他的工作量不成比例嘛 所以第一个 你有没有想到说 对就真的 我们这是鼠立医院 如何先给他调薪嘛 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到说 你是不是也会打算要给他调薪 是 鼠立医院的情况 我大概特别讲 因为从92年 每一年10%的減 所以现在已经減得很厉害 万一好不容易在上一次会期 我们把它停掉了 那停掉也都到102年 但是我们这一段期间 我们会 努力来做 不是啊 你现在告诉 因为我们都知道原因嘛 刚刚刚刚那个 他们护士工会的理事人都谈了嘛 就是因为他的薪资 跟他的工作量不成比例 这是最大的原因嘛 你要有很高的诱医嘛 人们不要紧 我做到死 但是我有得到代价啊 那你现在拿到的薪资 像平均薪资多少钱 好啦 处理一下 现在他们这些护士的平均薪资多少钱 好像都是三 都超多少钱 平均薪资 现在月用的刚进来的话 他的底薪是三万四 如果加上奖励金好的话 医院大概四万 差的话大概三万五六 就三万 三万多块嘛 那他要工作时速 几乎都是十几个小时 就超时工作 事实上很多属于都没有付加班会给人家 我的了解几乎都没有付 都是强迫人家 那所以你有没有考虑到说 是不是先给他们调薪呢 有没有做这个打算的署长 好 我想我一定会努力来演绎 不是啊 你不要努力演绎嘛 现在目前所碰到就是个问题嘛 我们每次都演绎演绎 你就先解决嘛 你说 我们了解他的研究说 薪资跟工作量不成比 正比 所以才会造成护士大量出走嘛 那你护士大量出走的话 那当然他人手不足嘛 那人手不足 才影响到他的 他的医疗医疗的品质嘛 这大家也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 他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嘛 那再来的话 你考虑他的录取力啊 或他的他的那个 那个孩子 你最重要说 你现在是大量 你原来有护士资格的人 包括现在在学校里面 练护士的人 他都不愿意来从事这个行业嘛 大家疼也怕也怕死 要轮大夜班 到那个半夜开始轮到大 那个大清晨 而且大夜班的时候照顾了病人 都照顾15个到20几个啊 那谁愿意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才造成越来越严重嘛 那你根本解决的办法就是说 好在你的人数还没有办法增加 还没有办法把这个大量的人力投入这个护理工作这个行业之前 你要先保住原来的嘛 那你要保住原来 你是不是要先把薪资 薪资调高 那你有没有承诺 你现在有没有答应说 你现在向全国护理人员先是说 好我现在我就打算我护 我卫生署 我要吉利 我现在要保障他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工作群 他们的工作跟他们所得薪资 要有一个相当代价 那你要提出说 啊我好 我明年的预算里面 我不要对每个护理人员 那当然 你属立医院带动 你公立医院带动的话 相关的 相关的 相关的那医疗体系 医疗机构他们也会跟进嘛 所以你这里你要说 我是不是要答应 我就把他们调薪 调多少上来 那然后我也要去督促啊 工作跟这样的话不成比例 那难道你们两位不去协调 你站在妇事 妇事也是劳工啊 也是你要保护的啊 当然当然 对不对 那你要督促他们的时候 要赶快把薪资 结构不合理的要先加薪啊 是 对啊 市长有没有这个打算 是 就像刚才卢理市长所提到的 我们这个饼还是太少了 那这个饼呢 我没有这个饼我就没有办法 你不要再讲讲 你现在已经这么问题这么严重了 这个也是到现在到国人健康的问题耶 其实你这次美牛是让你逃掉了耶 本来那个那个 那个轮委会是管管牛管猪管鸡的 你是管人的健康耶 什么都没有你 那你现在人你今天 护士荒护士有问题 造成那个病人的人权也有问题啊 病人的医疗的品质都下降 那病人没有达到他病人的一个医疗的人权耶 那相对相对的也是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说解决问题 第一个就是先加薪嘛 我的抗亡 因为我黑黑黑 我比较实在 我比较 你是不是先 我就先加薪 我就从我的公立业里面起 就是说 现在护士人员心事太低 包括不是护士人员 问题还很多 现在还有我们很多外科医生 人员大量出走 你说现在很多医生都要去做什么呢 去跟整形美容最好弹啦 他去开刀他给你换个胜 换个心脏 可能要站二十点筋啊 可是他得到多少钱 没有啊 而且还有医疗纠纷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我们目前医疗人员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啊 包括我们整个的健保给付的问题 都出了问题耶 所以你身为署长 你是不是应该从这方面 你今天解决护士 你还在过 过也许你马上就要解决医生的问题耶 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气球理论嘛 你只要把他刺下去 他就補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大瓶就是不够了 我又落在他 朝这个方向 那你是不是要先告诉这些护士 告诉这些钱款护士人说 我现在打算 为了保证他们 那拉委会也应该要去查 那你把那个30家 比如说你刚刚你们说查到30% 100家查到38不合格 你要把他公告啊 你要你要 而且而且我们要来相对的我要来对 你是不是给我领的资料 我再来看 我们再来对老委会 是不是对 老委会提供检查不合格的资料 来 我们来核对跟卫生署来核对 那卫生署是不是说你的补助款里面 你是扣了多少 有没有包庇 有有有有有没有替那个医院护航 我觉得这个这个 这个都都都应该应该好好好好的清查 那你看署长你真的很没有gust 所以这些护士很倒霉就是在你的那让你管 你都没有办法 我已经要努力要做了 我已经要努力要做了 那努力要做你要怎么做 我就说我那些budget要有啊 我现在一定找一定努力来做 破获的小 今年来不及 那明年预算你是不是可以多编 是 这个我们会一定会这样做 一定会这样做 那你打算打算调整多少 支持这个将来费率啦 或者是这些要支持就是 谢谢大家